何君祥 邵雨薇 陈喜安等人主演的《天寻者县正热播》中 上周播出第一集后 嫌弃热烈讨论 10月31日举办见面会 中央演员们出席与粉丝同婚 何君祥就透露自己有和女儿一起追究 第一集本来想说跟朋友一起看的 结果后来想一想还是跟陪大女儿一起看这样 然后他也是看了觉得蛮开心的 何君祥谈情女儿满脸消逸 他透露自己女儿也经常表白爸爸 说爸爸好帅 何君祥谈及天寻者的熟食群体 说他们都是小学时期看过恶魔在身边 感叹经典剧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引起主演回忆 他们有可能小学是看恶魔在身边 差不多 小学吗 差不多 小学啦 我真的碰过人跟我说他小学是看恶魔在身边 恶魔在身边是几年啊 16年前啊 16 对啊 恶魔在身边16吧 哦真的耶 国中 对啊 那时候对我们影响很深耶 尤其是男生 你有留长头发吗 没有 地步比较白 所以一直要保持地步的白 在那边学当阿猛 每个都当阿猛 台北八道